莎拉·库克說 中共為了隱匿病毒來源 操縱宣傳渠道 編造了最大的謊言 而且有多種版本 库克提到 中共對疫情撒謊 主要是為其政權合法性 找藉口 库克基于多年的觀察研究 認為共產黨雙手 沾滿人民的鮮血 包括六四屠殺 及迫害法輪功 库克表示 不要相信來自中共官方的數據和消息 因為中共官媒在西方主要媒體 刊登付費報導 混淆視聽 一些人說 如何识别中共假信息 库克建议对中共保持警戒 库克认为中共的专制制度 不仅危及中国人 而且威胁到全世界人们的生活 库克还说 中国共鸣记者在第一线的报道 以及大纪元和新唐人 等海外独立中文媒体 对国内疫情的揭露 起到了关键作用 新唐人电视纽约报道